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李静雯 欢迎各位来到空中大讲堂 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 金融监理制度与内部控制 目前我博是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管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金融监督与管理 然而金融机构本身就必须有内部控制和内部机核的机制 透过内部机核检查内部控制的运作状况 在针对问题进行改善 避免公司内部出差错而影响到营运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内部控制出问题的案例 日盛银行行员不法挪用客户的资金 国内投资人购买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 亏损的金融案件 以及兆丰银行涉及洗钱案 2016年日盛银行、新银分行的行员 利用代理客户办理存款 提款及收受客户现金的时候 以不法的方式取得客户网络银行的密码 再私自的转账 并向客户谎称是将资金用来投资 或购买投资保单 甚至伪照保单及对账单 以掩饰犯刑 从2011年起不法挪用客户资金 高达4424万元 而日盛银行却完全不知情 此案是民众发现 自己在日盛银行的资金出现短少 主动向金管会投诉而揭发的 而日盛银行在四天之后 才以重大偶发事件向金管会报告 金管会对日盛银行 寄出高达600万元的罚还 由于此犯案的金额庞大 长达5年多的时间 日盛银行却完全没察觉 金管会认为 日盛银行内部集合 与内部控制明显松散 除了必须缴交600万的罚金之外 还要要求新银分行 暂停受理新客户办理金钱的信托 并暂停合作推广保险商品的业务六个月 情况有改善之后才会重新核准 金管会指出 该行的网络银行 有关确认由客户本人申办 以及资料正确的机制有其缺失 而且该行员九年都没有轮掉 都在同样一个位置和分行上面 导致平日都是自行查核 内部集合作业无法发挥效果 才会导致此案违法时间长 犯案所得利益庞大 受害客户众多 日盛银行5B的案件 就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内部控制 内部查核也没有确实执行 才会造成5B事件的发生 犯案在同样一个行员 九年以来都在同样一个分行 同一个职位工作 以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看 定期的银行轮调 透过人员交接进行查账 才可以降低5B行为的发生 这个案例正好可以说明 内部控制和管理集合的重要性 经管会也提醒民众 与理财专员关系不宜过度信赖 如果将印章、印件 与网络银行密码交给理专保管 就可能发生被盗用的情势 民众应该由自己 保管私人重要的物品 接着看国内投资人购买 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 TRF亏损的金融案件 经管会进入调查之后 发现银行为了业绩 帮助客户编制不实财报等情势 因此也陆续寄出处罚 在这波遭受处罚的银行 都是在金融检查的时候发现 销售TRF等相关产品有明显的缺失 例如在认识客户及适度评估作业 客户风险属性等及评估作业 交易策略跟风险管理等方面 没有确实执行内部控制等情势 另外呢 赵丰银行涉及洗钱案 其实也和内部的控制松散有关系 这是台湾金融业的海外罚金最高的记录 赵丰银行被纽约金融服务署DFS 财罚1.8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57亿 遭到重罚的原因是内控很差 纽约分行疑似和巴拿马分行有洗钱的行为 应该申报 但没有申报 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和银行保密法 对客户实地查核 执行不切实 风险控管政策不明 几何记报未依照规定送回总行 漠视精简报告不回应 被认为是犯后态度不佳 所以被重罚 另外 在财罚同意书中也指出 赵丰纽约分行多项内控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是分行为了节省人力成本 人员能省就省 职位能监就监 利益冲突的问题很严重 而且赵丰纽约分行法规遵循官 不懂得美国的法律 赵丰银行在洗钱防治上 并没有一套实地查核 加强查核的规则 甚至也没有对政治敏感人士的审查制度 没有确实做好内部控制 让赵丰金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管会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检查 是以抽查方式实地地了解 受检机构是不是有做到三道防线的运作 国内大型金控像国泰 富邦 中信等 都采用了三道防线风险管理机制 以上空中大讲堂和各位聊到的是 有关金融监理制度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案例 欢迎各位接着继续收看空中金融教室 大家好 欢迎各位进入空中金融教室 我是李静文 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是 第十三章金融监理制度与内部控制 本讲次的教学目标 主要探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角色 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优缺点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与集合 希望透过这个章节 能够让各位对金融监理制度 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台湾的金融监理制度 原来由中央银行 财政部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共同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检查 因应金融市场集团化的趋势 财政部在民国九十年 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后 在民国九十三年 新设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为金管会 以实践金融监理制度 单一监理当局一元化的目标 从此 金融监理改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对银行 证券 期货及保险业 进行合并式的监督与管理 民国九十九年修正公布 行政院组织法 名列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行政院所属的委员会 原来的财政部保险司 财政部金融局 财政部证券及期货管理委员会 简称为正期会 都改隶属于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分别为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局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局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 期货局 民国一百年起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也改隶属于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银行不再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检查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 才会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专案查核 中央银行对于金融体制的健全发展 及金融秩序的维护 有其总体政策的责任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则负责 对个别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督与管理 首先13.1节介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们来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组织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设有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主任秘书 并依法召开委员会议 金管会设有综合规划处、法律事务处、国际业务处及资讯服务处等四个处 秘书室、人事室、主计室及正风室等四个市 银行局、证券期货局、保险局及检查局等四个局 纽约代表办事处及伦敦代表办事处等两个办事处 另外有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接着介绍金管会所属的各局所负责的业务 金管会的银行局负责规划、执行、银行市场、票券市场、金融控股公司与银行业的监督及管理 证券期货局负责规划、执行、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与证券业、期货业的监督及管理 保险局负责规划、执行、保险市场与保险业的监督及管理 检查局则负责规划、执行、金融机构的监督及检查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金融监督管理业务的职权 接着来看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业务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宗旨包括 负责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监督、管理及检查业务 健全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维持金融稳定及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发展健全、公平效率及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与市场 兼顾金融消费者与投资人的权益 并且能够促进金融业永续发展、协助产业发展 以上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主要宗旨 再来看金管会监督管理的金融市场范围有哪些 金管会监督管理的金融市场包括 银行市场、票券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及金融衍生性商品市场 保险市场及其清算系统等 金管会监管的金融服务业包括 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重建基金、中央存款保险公司、银行业、证券业、 期货业、保险业、电子金融交易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 接着介绍金管会金融检查的项目 金管会金融检查的项目 一业务可以分为 受信、存款、票据、信托、投资、票券金融、外汇 包含国际金融、还有两岸金融、基层金融、金融控股公司、 动产担保交易、金融资产证券化、不动产资产证券化、 衍生性金融商品、信用卡、现金卡以及其他的金融商品 金管会的监督管理重要的项目当中 金融检查平等作业可以分为四大项 包括财务健全度、法令的遵循、消费者保护及风险管理等 财务健全度包括资本、氏足性、资产品质、获利能力及流动性等项目 法令的遵循包括法令遵循制度的建制、运作及重要法令的遵循情形 消费者保护包括制定规范并定期的监督、销售管理及客数的处理、妥适性等项目 风险管理包括总和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作业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项目 另外,金管会的监督管理其他重要的项目包括 存款业务与开户审查 关于存款业务、开户审查及存款业务管理 洗钱防治作业、大额的通货也就是新台币50万以上 交易疑似洗钱交易的防范 内部管理是指公司治理跟内部集合的制度 受信业务是关于受信业务的程序 包括征信作业、审查、核贷作业、贷放后管理 还有不动产受信、与其放款管理、不良债权出售的管理 投资业务是关于投资商品的种类 银行对企业的投资、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等 还有会计的处理、重分类、金融资产的减损 不动产投资会计处理、投资业务的风险管理 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作业风险 还有风险报告、法令遵循 包括投资标的、利害关系人交易 投资大陆地区金融机构以外的金融相关事业 金融控股公司或母公司 透过旗下子公司、投资大陆地区融资、租赁公司等 还有不动产的投资的管理 信托业务有信托业的风险管理 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系统及事件风险 法律风险、作业风险、模型风险等 还有金钱信托业务、特定金钱信托业务的管理 金融商品销售方面包括受托投资业务人员管理、业务推广及风险管理、销售管理机制及客速处理的管理 资讯作业包括资认组组织与管理、实体安全管理、资讯系统开发及维护管理、资讯作业运作管理、故障复原及灾害应变的管理、保险招揽业务包括业务员及其他通路管理、文宣广告管理、证券承销业务、证券商股票承销业务、 承销方式、配售方式的管理、合保理赔业务包括受险合保作业、合保处理程序、合保人员资格训练与管理、受理邀保书至同意承保出单程序的管理 经管会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检查是以抽合方式实地了解受检机构三道防线的运作 尤其是高风险业务的办理的情况 经管会将就金融机构整体制度面提出建议及执行提出检查意见 促请改善以降低重大经营风险的发生避免冲击市场 虽然金融检查着重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与次序 但是仍然无法达到毫无缺失的境界 接下来13.2节介绍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优缺点 目前世界各国金融监督管理的趋势是 监理机关议员化、金融检查权与处分权议员化、金融检查机关议员化、金融监督管理职权及预算独立 在监理机关议员化方面 世界各国大多将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业合并管理 同时监控整体金融风险 金融检查权与处分权议员化 是指金融检查机关具有对金融机构的处分权 如此才能够提高金融检查及监理的有效性 另外,金融检查机关议员化使得金融检查机关的组织独立成为唯一监理的层级 增加监管的一致性及协调性 至于金融监督管理职权及预算独立方面 由于金融市场是否健全运作 攸关社会大众的权益 因此,金融监理机关必须保持公正超然 金融监理机关要能够抗拒政治势力的不当干涉 才能够发挥金融监督管理的效能 接下来看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有哪些优点 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优点包括 降低监理成本 提高监理效率 责任归属清楚 具有独立超然的地位 在降低监理成本方面 单一金融监理当局可以降低金融检查的人员编制的成本 并且达到规模经济及范畴经济 金融机构可以免除面对不同监理单位 重复说明及申报的行政程序 在提高监理效率方面 金管会专业监督管理完全掌控金融检查进度与内容 则可直接要求金融机构限期改进缺失 在责任归属方面 金管会必须完全复起 监督管理及政策传达的责任 可避免不同监理单位互相推卸责任 或无法互相协调的问题 在具有独立超然的地位方面 由金管会负起监督管理责任 可以避免金融机构监督金融机构 缺乏独立性及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再来看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缺点有哪些 单一金融监理当局的缺点包括 业务范围太广 无法立即掌控问题 无法反映不同产业架构及管理目标 业务范围太广 无法立即掌控问题 是由于金融监理单位组织庞大 发生问题时 无法立即处理相关监理事项 无法反映不同产业架构及管理目标 是因为金融检查标准一致 无法顾及个别产业或地区的需求 接着介绍13.3节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与集合 首先介绍内部控制 依照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业内部控制 及集合制度实施办法 内部控制的目的在于促进金融机构健全经营 金融机构的董事理事会管理阶层 及所有从业人员应该共同遵循 以确保达到下列的目标 第一个是营运效果以及效率 包括获利、绩效及保障资产安全等目标 第二是财务报导的可靠性 包括确保对外的财务报表 是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 交易金适当核准等目标 第三相关法令的遵循 金融控股公司和银行业依法应建立内部击合制度 自行查核制度、法令遵循制度以及风险管理机制 以维持有效适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运作 内部控制应该包括哪些原则呢? 第一个是管理基层的监督及控制文化 董事理事会应该负责核准 并定期复合整体经营策略的重大政策 董事理事会对于确保建立 并维持适当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负最终的责任 高阶管理阶层应该负责执行 董事理事会核定的经营策略以及政策 制定适当的内部控制政策 及监督其有效性与适切性 第二是风险辨识与评估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必须可辨识并持续评估整体目标的达成 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重大风险 并决定如何因应相关风险 使其被限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第三是控制活动与职务的分工 控制活动应该是每天整体营运的一部分 并且应该设立完善的控制架构 及订定各层级内控的程序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应有适当的职务分工 第四个资讯与沟通 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与银行业 应该保有完整的财务营运及遵循的资讯 资讯应该具备可靠性及时性与容易取得的特性 以一致性的格式提供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管道 第五个监督活动与更正缺失 应持续监督内部控制整体的有效性 管理营业单位 内部机核或其他内控人员发现的内部控制的缺失 都应该及时的向适当层级报告 并应立即采取改正的措施 内部控制制度应该涵盖所有的营运活动 并应该订定下列适当的政策及作业程序 且应该适时的检讨修订 例如组织规程或管理章则方面 包括订定明确的组织系统 单位执掌 业务范围与明确的授权及分层负责的办法 相关业务规范与处理手册方面 包括投资准则 顾客的资料保密 利害关系 交易的规范 股权的管理 适用国际会计的准则 会计及财务报表编制的流程 总务 资讯 人事的管理 银行业应该包含轮调及休假的规定 对外资讯揭露作业管理 金融检查报告 金融消费者保护 其他业务的规范及作业程序 各种金融机构业务规范的处理手册 应该另外包括的项目分别是 票券 商业务规范及处理手册应该另外包括 票券 债券及 新种 金融商品等业务 信托业由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订定 其内容应该区分 业务作业流程 会计作业流程 电脑作业规范 人事管理制度等项目 信托业应该参考范本 订定作业手册 并配合法规 业务项目作业流程的变更 定期修订 股票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或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 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业 应该将薪资报酬委员会的运作管理 纳入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业 应该在内部控制制度当中 订定对子公司必要的控制作业 接下来介绍内部集合 银行业的内部集合单位 对于国内营业财务 还有资产管理资讯单位 每年至少要办理一次 一般查核及一次专案查核 对其他管理单位 每年至少应该办理一次查核 专案查核内部集合制度的目的 在于协助董事理事会及管理阶层 查核评估内部控制制度 是否有效运用 并事实提供改进的建议 以确保内部控制可以持续有效实施 及作为检讨修正内部控制制度的依据 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 应该要设立隶属董事理事会的 内部集合的单位 以独立超然的精神执行集合业务 并至少每半年向董事理事会 及监察人、监视、监视会 或审计委员会报告集合业务 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业 也应该要建立总集合制度 总集合应具备领导及有效督导 集合工作的能力 且不得坚韧与集合工作有相互冲突或牵制的职务 金融机构应该有妥善的经营风险政策的机制 并应该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三道防线 也就是营业单位自我控管 风险管理与法令遵循的监控 内部集合独立监督各司其职 金融机构的董事会 则应对其经营建群稳健 负最终的职责 今天空中金融市场第13章第14讲的课程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